在南京江北盘城街道新建了一个铁路寒洞 以方便行人穿越铁轨 但是呢不少的市民还是冒着危险去翻越铁轨 只因为这个寒洞比火车还要危险 我现在呢就在这个寒洞里面 可以看到这个寒洞的路口和这个上面的地面呢 落差大概有两米多左右 很多飞机动车路过呢行驶都非常困难 你要是学校普通什么造福后台 他妈是坑路 这妈说是坑死了 那个摔的人多吗 我知道这三个 三个摔了 我知道我就已经在唐人家里面 那你们平时怎么走呢 就是上面下面不好走的话 绕着走 就往铁路上走啊 往铁路上走 也从上面绕过来 也从那边绕过去 那铁路上走不危险吗 那怎么办呢 附近居民说附近还有一个学校 平时学生上下课这边是必经之路 由于寒洞里面类似于这种的大水塘 到处都是 晚上也没有照明灯 成了马路新杀手 家长们接送孩子都小心翼翼 现场还有一些家长 先将孩子背过寒洞 再回去拿停在一边的电动车 随后记者将这个问题反映给盘城街道 街道方面表示 因为当初设计出了问题 倒是寒洞内问题多多 目前街道方面已经向上级部门 南京高新开发区申请处理方案 记者也找到了开发区 这个寒洞呢 一开始的设计比原来扩大了 所以进行了一些复权 因为这个铁路施工 它比铁路就要批复 它又有看护的 不是地方是不能动铁路上面的一些施工的 这个项目 政府已经和这个贵新级和高新铁路 已经清压定压系列 就是说在这个连离之前 肯定要保证 条路战通 要完工 这位负责人表示 目前已经要求街道 先采取一些临时措施 尽量防止交通事故的发生 并积极筹划 修缮改造工作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 我就想问一句啊 设计的 施工的 还有这个街道的负责人 平时走不走这个寒洞呢